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富华花远问头街 走7-8分钟就到了 地下一楼是街市 二楼是熟食中心 熟食中心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港式美食 点心价钱我想全港数一数二是便宜的 超级大众化 平均10-15元 肠粉也是15元一碟 最贵的蒸饭只是19元 上次下午两点钟来 已经没什么点心选择 冬冬的和不是太热 第二次专专早点来 早上八点钟来喝早茶 因为听士太婆说 他们很早开工 凌晨三点钟已经有点心吃了 下午两三点钟已经准备收档 所以都没什么点心 大部分都卖光 除了免服务费 还有他们的服务都很好 你选择完点心 他们会整盘点心送上来给你 这就叫了最贵的排骨饭 还有叉烧包 鱼鱼鱼 还有现在香港很难找到的鱼翅饺 还有叉烧包 还有叉烧包 排骨饭小碗了点 但都够吃 挺好吃 叉烧包都大过 不过就冬冬的 不热 鸭骨饺味道可以的 是第二季来的 可能下午去吃 所有点心都不热 鱼翅饺就够吃了 10元 以下片段是第二次来 大部分点心都热 四煲鸡窄 叉烧腸粉 甘蔥蛋燒买 虾饺 葱卷 鱼翅饺 粉果 所有点心都好吃的 都对饭 如果是可以再热些 更加好 葱卷就軟軟的 不脆 又不热 鱼翅饺 腸粉多好 好滑 粉果皮 又厚了少少 但都好吃的 食客大部分 都是街坊长者为主 平价 传统 懷舊点心 香港已经好少了 所以大家有时间有兴趣 不妨支持下 传统的小店 全部最热就是茶 好足料 6元鸡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赞好 留言 分享 拜拜